冰島馬是世界上保持最純血統的馬種 大約是1200年前 有北歐運動冰島 千年以來不曾跟其他品種交配 身形細小的冰島馬以內寒抗病 其實冰島馬去欣賞冰島的美景 讓我們有獨特的體驗 Nio和Olivia正在準備 現在我們轉到的就是白馬王子 剛剛上馬 預備 白馬王子轉來的就是白馬王子 因為換馬又要再由頭發了些東西 很棒 對 將會去的目的地就是要去到海邊 很久以前 幾十年了 非常棒 謝謝 他很棒 因為Olivia騎到這隻灰馬不狠狠 吸氣了 所以現在他要換馬 他那個小一點的 這個很高 對 那隻很高 很高 很高 終於Olivia可以轉成奇葩馬了 做白馬了 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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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吃一邊餓 現在我和Rika的馬要吃東西 令我們要扑著馬 我們現在下河邊 現在我走尾馬 右手邊紅色衣服 就是我們的領隊 叫做Maluena 應該是 Olivia跟她走 看看認不認不認 Olivia現在斜白馬很威風 這裏就換了坐杯馬 現在我們向著雪山進發 由於開車的沿途 見到很多馬匹和牧場 所以我臨時決定 不如找一天我們去騎馬吧 這個馬場附近環境非常優美 雪山環繞 令我們騎馬之餘 更能夠欣賞這麽漂亮的大自然風景 其餘馬之後 我們下一站就是去行冰村 去冰島自由行的人 十至八九都去選擇體現的活動 而我們將它去到的冰村公園 就是阿德納冰村公園 來到冰村範圍 被周圍的風景所吸引 你看看 周圍的環境真是十分壯觀 我們今次去冰村公園的最主目的 就是嘗試冰村建行的體現 由於時間有限 再加上我們真的從未試過在冰村上建行 所以我們今次選擇了兩小時的建行 阿德納冰村 歐洲第一大 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冰村 近次於南極冰村和格陵南冰村 當我們來到這裏 只能夠說大開眼界 真是太震撼了 我在這裏簡單的介紹一下 阿德納冰村國家公園 有一次我們選擇建行其中的冰原 位於冰島東南部 全歐洲最大的冰村 超過8100平方公里 它實際的面積已經超過了冰島整個國家的8% 冰層最深處達到1000公尺 冰原南部是冰島最高的山 宇村100公尺 這個國家公園除了有冰村之外 還有火山、峽谷、森林、布布 唯一看的 我們一大早開車前往冰村公園 途中看到冰村 想到一會兒要首次體驗冰村的建行 心情就特別興奮 來到冰村 天空雖然落着毛毛細雨 都沒有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我們都很興奮去嘗試我們的第一次 這就是我們的Tour Guide 是它詳細解釋 之後我們就開始上冰原出發了 由於我們這次走的是最基本的線路 所以我們需要的工具 只是冰府和冰爪鞋 你真的不可以想像 踩在自己腳下的 竟然是巨大的冰村 只是經過千萬年降雪 層層堆積出來的成績 終於就走了 令人嘆為觀止的美景 在冰層下面 閃躍了微微的冷光 但自然是多麼奇妙的創造 我不斷地想 我們人類是多麼渺小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想想 我們怎樣可以保護 這塊美麗的土地 Galiel和Olivia 就繼續拍他們的climbing photo 位於阿丹那冰村國家公園的 結古沙龍冰河湖 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廣闊的湖面飄著 大小無數的冰塊 是去冰島旅遊的人士 必去的景點之一 這裡好漂亮 開心嗎 開心 結古沙龍冰河湖 水深有248米 是目前冰島最深的湖泊 在這裡你可以坐 水路兩用船遊覽冰湖 還可以近距離看海豹 在水中滅食 如果不想坐船遊冰湖 可以沿著湖邊 一路散步到海口 觀賞冰塊浮出海的情境 除了地球不斷暖化 可能就是不久的將來 冰湖裡的冰也會逐漸消失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的介紹 請訂閱讚好 我們下期再見